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明镇探克兰剧场版甘壁之关中引起爆炸的瓦斯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瓦斯是Gas的一意 也就是一般民众对于气体燃料的通称 气体燃料主要包括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和煤气这三种 另外 中国煤矿术语中的瓦斯往往是单子天然气或者甲丸 液化石油气是由原油炼制或者天然气处理过程中 所吸出来的饼丸 钉丸混合而存 通常来说 加压到钢瓶中供用户的使用 打火机的那个无色液体也是液化石油气 它的成分呢 可能更多的是钉丸 钉丸它是一种易燃无色 容易被液化的气体 它的费点呢 只有负的0.5度 所以说 它只要稍微加压 它呢就可以开始液化 液化以后 它是便于存储和运输的 钉丸还广泛地运用于生活中 我们知道 现在卡氏炉是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了 它呢 是指使用灌装钉丸器为主要燃料 进行直火加热的厨具 又叫便携式钉丸气罩 便携式烧烤炉等等 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一种厨具 多用于家庭户外休闲和酒店用品 卡氏炉在工作中 钉丸气从钉丸的气瓶中 气化进入到炉头 同时呢 混合一部分空气 这些混合气体呢 从分火器的火孔中喷出 同时呢 被点火装置点燃 这样就形成了火焰 这些火焰呢 用来加热 放在锅支架上的炊具 这样在冬天吃火锅的时候就特别方便 我们知道湖南长德地区把吃火锅当作代客的重要礼节之一 所以说经常一桌饭会提供多个火锅 这样的话 卡氏炉就有它的用武之地了 钉丸是发展石油化工有机原料的重要的原料 它的用途日益受到重视 随着时代的进步 使用液化石油器作为气体燃料的家庭 其实是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的是天然气 天然气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是由天然气公司铺设了专用的管线来提供给用户使用的 所以说又被称为是管道燃气 或者说直接简称为燃气 这样的话 燃气实际上是可以直接到家到户的 领开燃气开关就可以使用 具有极高的便利性 天然气与液化石油器一样 都具有无色 无味 无毒 一燃一爆的特性 这样添加了臭味剂 就可以防止天然气意外泄露而造成的危险 而煤矿瓦斯通常是指地下矿坑中的天然气 它的主要成分是丸挺 特别是甲丸占到了绝大多数 另外还有少量的蚁丸 丙丸 丁丸等等 在地下开采过程中 瓦斯从煤层或者盐虫中涌出 这样的话会污染矿内的空气 同一煤层的瓦斯含量往往是随着深度而地震的 刚刚知道各种瓦斯往往是无毒但是容易爆炸的 同时如果说瓦斯含量很高的话也可能导致窒息 因此我们往往会添加一种叫做以流存的车位剂 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发现瓦斯泄漠就可以马上察觉得到 以流存的分子4是C2H5SH 这是最常见的流存之一 从结构上看其实它就是乙存中的养原子被流替代以后得到的 它是一种无色透明易挥发的高毒油状这样的液体 微溶于水 容易溶于碱液或者说有机溶剂中 它呢是以非常强烈持久而且具有刺激性的蒜臭味而闻名的 它呢也是在2000年版的吉利斯世界纪录大权中摄入的最臭的物质 只要是在空气中含有500亿分之一的以流存时 它的臭味就可以被闻到 通常来说是被加入到煤气 还有其他瓦斯等气体中作为臭味的指示剂的 当人体大量吸入的时候会引起呼吸困难 血压降低并会出现呕吐喉咙不适的症状 以流存是可以燃烧的 这是它燃烧的化学泛传式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点燃的条件下 产生了水 二氧化碳 还有二氧化硫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二氧化硫也是具有刺激性气味的 低级的流存它是可以用来做瓦斯泄露的提示剂 但是有时候它也可以作为香料 例如说冲蒜味的调象剂等等 这个化学是就是大蒜素的化学结构 可以用来做调象剂 乃至可以作为药品 流存它在医学上的一个重要用途是作为解毒剂 例如说二球基丙唇 二球基丙黄酸蜡 二球基丁二酸蜡等等 它作为重金属解毒剂的作用机理是这样的 活性酶呢 遇到重金属离子 例如说二价的拱离子 它呢 就会发生结合 变成了中毒的酶 失去活性 当我们使用重金属解毒剂 例如说二球基丙黄酸蜡的时候 二球基呢 就会和拱离子发生熬合作用 生成含拱丙黄酸蜡配合物 并进尿液就可以排出体外 而中毒酶呢 与拱离子分离 这样就可以恢复活性 在我们的克兰克的第一个章节 APTX4869与化学的起源的部分中 我们也介绍了中国古代的炼丹家 往往服用了P霜来追求长生不老的故事 我们知道啊 P霜它是聚毒的物质 主要成分是三氧化而生 那如果误服了P霜 该如何急救呢 这里就有我们的特效解毒药 二球基丙醇 这也是一种流醇化合物 它也利用了球基与生的配位作用 从而形成了一种球基生的复合体 实现了有效的解读 MING PAO CANADA